得知首富对心地善良的孩子没有抵抗力 所以在见到她的第一面时 我主动抱着我姐气不成声 姐姐 希望我们不管被谁收养 你都是我的姐姐 叔叔 求您收养我的姐姐 我还小 能吃苦 我姐愣住了 首富感动了 当即决定领养我 就这样 在姐姐瞠目接舌的目光中 我佯装不舍地坐上首富的车 我哭了 我装的 因为我重生了 一 前世 我姐因为善良前脚被首富夫妇领养 而我后脚被影帝影后夫妇领养 成年后 在我姐坐腰下 首富家破产了 而我成了娱乐圈当红小华 我姐见不得我过得好 因度成恨 竟然将我从高楼推下 坠落前 我抓住了她的衣角 老天有眼 临死前 让我找了我姐当的垫背 再次睁开双眼 我和我姐坐在院长办公室内门口 姐姐一直神色不安 我听到她小声嘀咕 送家以后会破产的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跟他们走 我要进娱乐圈 做大明星 日入五百万 看来 这一世重生的不止是我 还有她 突然 办公室门被打开 没等我姐有所反应 我立马伸手抱着她 姐姐 希望我们不管被谁收养 你都是我的姐姐 叔叔 求你收养我的姐姐 我还小 能吃苦 我姐愣住了 似乎没料到这个突发情况 和上一世一样 首富夫妇对心地善良的孩子 没有抵抗力 这一次他们决定收养我 我洋装不舍了 泪流满面的拉着姐姐的手 最后上首富的车 车子准备行驶时 引面一辆保时捷 缓缓驶进来 车子停下 下来的正是我上一世的养父母 影帝影后夫妇 过儿院门口 闪光灯此起彼伏 他们跟媒体打了招呼 我透过车窗往后看 看到院长将我姐 带到了那对夫妇的面前 我姐脸上 绽放出开心激动的笑 我低头也笑了出来 姐姐 你真以为影帝影后的家 是个福洛窝吗 嗯 明星的外表 永远是光鲜亮丽的 那里却腐朽 恶臭 前世 刚被带回家的我 对于这个豪华的世界 挪不开眼 我以为我来到了天堂 却是怕进了地狱 养母林青霜 因为怕身材走行 坚决不生孩子 而那段时间 娱乐圈里 带孕风波闹得很大 她也不敢出国带孕 于是和她的丈夫 赵敬胜一拍即合 到孤儿院办了领养手续 那一年我八岁 他们每次参加饭局 都会带着我 一开始我很开心 觉得是养父母喜欢我 到哪都带着我 可当那些猥琐的男人 将手放到我的大腿上 满嘴酒气凑过来 跟我说话时 我瞎哭了 向养父母求救 他们却狠狠瞪着我 还让我不准哭 要喊他们干爹 对他们笑 给他们亲 他们还逼着 我学各种各样的才艺 钢琴 舞蹈 有一点不让他们满意 他们就用针扎我 林青霜那副美丽的皮囊下 藏着猙獰可怕的嘴脸 在赵敬胜多少个日日夜夜 与别的女人 花天酒地的时候 他像一个疯子 把我逼到角落里 用阴侧侧恶狠狠的语气辱骂我 用针扎我的手指头 掐我的大腿根 每次赵敬胜回到这个家 他们没说两句话 就会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 将家里砸得稀烂 我只能躲在漆黑的屋子里 缩在墙角 瑟瑟发抖 怀念着过热的生活 在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里 我长大了 长得停停欲立 用汤的话说 我这张脸天生就是勾引男人的 他们用我去换资源 把我送到大佬的床上 我的养父赵敬胜 在深夜里 扑到我的床上 要双手在我的身上游异着 跟我说出 这个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话 暖暖 让爸爸尝尝你的滋味 那种滋味 让我觉得恶心又厌恶 所以这次 我要摆脱他们 我姐配合着那对恶魔夫妇 在镜头面前 上演一出一家三口的幸福戏码 我收回视线 这一世的养母魏湘怡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心很温暖 暖暖 舍不得姐姐吗 以后如果你想姐姐了 我会带你过去看她的 我对魏湘怡笑了笑 谢谢你 妈妈 魏湘怡又握紧了我的手 那是家的感觉和力量 他们给我办了户口 我感名叫送暖 问我房间想要装成什么风格的 喜欢吃什么 前世这个时候 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 听着那对恶魔夫妇争吵 被他们当成提线木偶 配合他们在镜头下表演 吸引流量 取任那些变态男人 现在我在妈妈的怀里 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小孩子 魏湘怡怕我思念姐姐 会经常留意我姐的新闻 每次都给我看 视频上 照片上 我姐像的小公主 下巴微扬 那天 为了那天 现在经历什么 她都能忍 三 我在宋家快乐成长 已经九岁了 这一天 我爸和我妈把我带到书房 两人神色都很凝重 我妈问我 暖暖 如果妈妈再给你生一个 小妹妹或小弟弟 你愿意吗 我下意识看着我妈的肚子 知道她这么问 应该是肚子里有动静了 前世 我姐为了获得养父母的毒宠 以及宋家的全部家财 小小年纪的她 就开始天天给魏湘怡下避孕药 害得魏湘怡不育 孕不育 临死肚子都没有动静 这些话都是后来宋家破产 宋景叔和魏湘怡死后 我姐失去了一切 找到我 发疯跟我说的 魏湘怡那个死你人的肚子 就是被我搞得不能生育的 暖暖你放心 有我在 你羊母肯定也生不出孩子 将来他们的家财 都是你的 她以为我和她一样 眼里只有钱 我把视线从我妈的肚子上收回 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我爸 笑着点头 我当然愿意呀 我妈和我爸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之前一直没有孩子 所以去孤儿院领养 现在怀孕了 他们怕我多想 所以要问问我 我妈抱住我 暖暖 你就是咱们家的福星 谢谢你让我做你的妈妈 我妈的肚子越来越大 我们都盼着这个宝宝的到来 而我依旧可以每天 都能看到我姐的新闻 我们两个是一卵双胞胎 她那张和我相似的脸上 总是在镜头面前挂着笑 甚至她的个人账号 也已经突破200万粉丝了 每天都分享着 她爸妈给她买的奢侈品 大家都羡慕她 说她并好能遇到 赵金胜和林青霜 这样有名又有钱的父母 说她虽然没有出生在罗马 但是被养父母带到了罗马 是一个信任 我却看得出来 我姐眼里的华彩渐渐灭了 她的笑变得越来越具有营业性质 小小年纪就化着浓浓的妆 擦着厚厚的粉底 有时候大夏天还要穿长衣长裤 都是为了遮挡她身上的某些痕迹 我这个姐姐呀 为了以后光鲜亮丽 万人瞩目的生活 还真是能忍呢 而反观我的爸妈 从来不会把我放在聚光灯下 不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我 而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我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 几个月之后 我妈生下了一个妹妹 而爸妈就对我越来越好了 我知道她们是不想让我感到落差 我每天放学回来喜欢作业 就会迫不及待的去找妹妹玩 我轻轻握住妹妹小小的手 这一世 我会好好守护妹妹 守护爸爸妈妈 守护这个家 至于我姐和那对恶魔夫妇 别急 他们上一世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会千倍万倍的还回去 四 这么多年来 我跟我姐始终是两条平行线 互相都没有交集 但我知道 很快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了 和上一一世一样 这一世 我和我姐在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见面了 我们两个还是同一个宿舍的 我爸妈知道 我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 原本打算让我学习工商管理 将来好继承家业的他们 但尊重我的喜好 答应让我进了传媒学院 现在你姓宋 我姓赵 咱们两个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以后就行动末路吧 我可不想被人说 我攀附首富家的千金 这是我姐看到我时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知道她在害怕 害怕等宋家破产之后 我会做出上一世 她做出的那些事情来 看人之心就像一面镜子 看谁都像是在看自己 我点头 好 到现在我姐还不知道 上一世如果不是她太贪婪 偷了公司的基尼文件出去卖钱 又做出那些 让公司股价暴跌的事迹 宋家怎么会破产 当年 被宋景书和魏湘一发现 是她偷卖公司机密之后 他们也没忍心 将这个女儿送进监狱 可我姐却怕他们 有一天会出卖她 毫不犹豫 要了两人的命 我看得我姐脸上厚厚的粉底 即便她的妆容再精致 她演示得再好 我还是能看出 她眼里深深的疲惫 那是一双没有光亮的眼睛 像一口哭紧 其实前世这个时候 我已经很少挨打了 毕竟我一身才艺在身 被评为这才是 些二代该有的样子 给赵金胜和林青霜 仗很多脸面 他们也要靠着我捞钱捞资源 自然要捧着我 赵金胜就更舍不得 对我动粗了 她看我的眼神 完全掩盖不住 那肮脏的意图 和令人作呕的爱意 可我姐呢 她根本没这方面的天赋 还是赵金胜给学校 捐了一栋楼 学校才破格录取她的 她也上传过很多短视频 跳舞的 弹琴的 会话的 只能说这很难评 她没那个资质 注定失败 但赵金胜和林青霜 那么要面子贪婪的人 不可能就这么放弃 她让我姐 成为他们的摇钱术 砸钱也要硬碰 我能想象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姐受了多少的虐待和凌辱 甚至都不用 我出手调查 我太了解 那对恶魔夫妇了 我姐见我答应的 如此痛快 痴痴一笑 看来根本不用我说 你现在是首富的千金 自然也看不上 我这个姐姐了 她放心的走了 拿着她买的奢侈品 去别的宿舍发放 去收买人心 无 传媒学院 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的 但越是这样 越是等级分领 那些家事不如我姐的 很快就被我姐收做跟班 而我一直没有跟大家 说我的家事 赤川用的都很低调 在他们眼里 就成了下等人 宿舍里剩下那两个人 甚至说 宋暖和赵月长得还挺像 但一个是新二代 一个就是普通老百姓 真是同脸不同命 我姐听到这话 得意极了 我知道她在算时间 等着宋家破产 等着我变成真正的下等人 才能肆意的对我侮辱跟打压 她就是天生的坏种 晚上她在浴室里洗澡 我故意不小心开门进去 故意问 你身上的是怎么回事 我姐一把拿过浴巾 丢到我的头上 滚出去 她的慌张被我禁收眼底 一向自诩骄傲的她 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一幕 被我看到 我将浴巾放下 转身勾起唇角 赵金胜和林青霜 果然没让我失望 我姐迅速洗漱完毕出来 居高零下 瞪着坐在椅子上的我 你们两个出去 话是对另外两个摄友说的 等到那两个人出去 我姐便危险地眯起双眼 宋暖 刚才你看到的 不许说出去 我只要听到有人讨论 不管是不是你说的 我都会把这笔账记在你的头上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笑了笑 故意说 况且 你怎么跟我算账 你爸妈就算再厉害 也只不过是娱乐圈的人而已 听到我这么说 我姐的脸色变得猙獰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上多了几分得意 她竟然跟我说 宋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我挑眉 哦 你别不信 我姐在看我的时候 带有一次讥讽 宋暖 看在曾经姐妹一场的份上 我好心给你个提醒 自求多福吧 那就谢谢你了 我等着看 我们家什么时候破产 六 我姐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我 但是重生的人 提前看过剧本之后 才有的底气 宋暖 你还是退学吧 等你家破产了 到时候交不起学费 可是会惹人笑话的 你没听说这种艺术学校 就是钞票焚烧炉吗 况且就你 她说到这 上下打量我一圈 到时候你没钱没背景 没有公司肯签你的 这几年的娱乐圈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各种二代的天下 但她现在说这些话 还有些为时过早 我家会不会破产 并不是她一句话能够决定的 前世就是每天在新闻上看到我 她生性好极度 看到我的采访说 我要考传媒学院 她就跟来了 但当初都没有公司签她 这辈子 她以为有赵金胜和林青霜两个爸妈 她就能在娱乐圈 混得风生睡起了 我先刺激刺激她 对了 我听说你爸这次的绯闻 闹得很凶啊 闻言 我姐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赵金胜入圈之后就飞闻缠身 就算结婚了 也依旧没收心 我知道林青霜一开始是很爱她的 但结婚没几年 赵金胜就在外面找女人 林青霜就是这么被她逼疯的 这一次赵金胜的飞闻料更劲爆 私生子都爆出来了 我姐最是介意养父母有孩子 那就意味着 养父母的家产 她不能一个人独吞了 前世林青霜是不想生孩子 她身材走形 可这次我竟然听到 赵金胜外面有私生子 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我看得我姐难看的脸色 小爽了一把 这才哪到哪 真正的好戏还没开始呢 我转身走了 我姐恶狠狠的声音飘了过来 赵金胜这件男人 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 看来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聚讯结束 我报名参加了当晚的迎新晚会 表演节目 我姐自然也报名了 她怎么可能错过 这个大出风头的机会 当天 我爸妈带着妹妹 晚晚也过来了 他们坐在靠门的角落里 我收到妈妈发来的微信 是一段语音 点开 是晚晚甜甜的声音 姐姐加油哦 我嘴角忍不住上扬 刚换完衣服出来 隐面就看到了我姐 我姐穿着跟我类似的舞蹈服了 一副遗旨气使的样子 她眉心紧紧促起 宋暖 你是什么节目 我笑着反问 你没看节目单吗 我姐这个人 以自我为中心 还爱出风筒 这段时间 军训都不放在心上 一有时间就练习舞蹈 哪里会在乎别人表演什么节目 她认定 她的节目就是最好的 这回看到我穿类似同款的衣服 她意识到什么 不愿都写在了脸上 立刻拿出手机 查看节目单 民族舞 我姐攥紧手机过来 宋暖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神色无辜 怎么了 其他人也都朝这边看 我姐咬了咬牙 白了我一眼 一转身 她激动的喊道 爸爸妈妈 你们来了 我身子一僵 缓缓侧头 是赵敬胜和林青霜 我前世的养父母 脑海里走马灯似的 浮现出上一世 破了她的头 而林青霜又和她闹了起来 我真的就背她 林青霜知道赵敬胜对我的心思之后 用针在我的身上扎了无数的眼 那一次 我差点丢了半条命 七 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我深吸一口气 有些艰难的平复了情绪 我姐故意在赵敬胜和林青霜面前 表现得跟他们很亲密 爸爸妈妈 你们对我真好 那么忙还来看我表演 林青霜抬手摸了摸我姐的头顶 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姐的身形颤了颤 她不知道我爸妈带着妹妹来了 硬的头皮表演 就是想让我看看她现在多幸福 爸爸妈妈 你们快去台下坐着吧 等着看我的表演 我姐将赵敬胜和林青霜送出去 回来的时候 给了我一记得意的笑 我动了点手脚 我姐的节目就在我之前 已经到我姐了 她自信满满地上了台 我调查过她 和前世的我一样 这一世那对购膜夫妇也没少逼她学才艺 民族舞就是其中一项 我在后台看着 我剪了两下子 四肢僵硬 点也卡不上 唯一满分的 就是她的自信了 赵敬胜和林青霜就坐在中间第二排 从两人的眼神里 我看了出来 她们对我姐这次表演很不满意 但我姐显然对自己十分有信心 她下来的时候 还挑衅地看着我 不知道是谁安排的节目 把两支民族舞都弄到一起了 宋暖 你要好好表现啊 当然 我一定好好表现 至于是我没有学过民族舞 我姐也是知道的 她在等着看我笑话 我让她失望了 前世我参加过那么多舞蹈大赛 拿的可都是冠军 一支舞完毕 台下掌声雷动 赵敬胜和林青霜的视线 定定地落在我身上 回到后台 好几个人围上来 宋暖你跳得也太好了 学了几年了 我笑着应对过去 看向我姐 一眼便对上了她阴狠的视线 她将我拽到没人的地方 你不是说你没学过舞蹈吗 我喜欢看她气急败坏的样子 你真是承认我 跳得比你好了 不远处传来议论声 赵月真是一点赵敬胜和林青霜的艺术细胞都没继承 领养的 又不是亲的 怎么继承 就她那两下子 怎么好意思上台表演的 你们看没看到 刚才她爸妈在台下那个脸色 真是精彩呢 我姐听到这里 脸上的血色刷了一下霉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的瞳孔里满是惊恐 不行 不行 她突然就崩溃了 惨白的脸色犹如厉鬼 宋暖都怨你 如果我今天诱 她激动恐慌的话语戛然而止 我却知道她没说完的话 如果她今天又挨打了 那就是我害的 可这不都是她梦寐以求的吗 是她心心念念想选的父母啊 看着她满脸的慌张 我只想说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我姐的身子开始剧烈颤抖着 她一把推开我跑开了 爸 我换了身衣服下台 扫了一眼第二排中间的位置 赵静盛和林青霜已经走了 泽泽 姐姐啊姐姐 今晚又有口头吃了 赵静盛闹出私生子的绯闻 公关不下来了 所以他们才来观看我姐的表演 如果我姐这一舞能够引起轰动 媒体报道出去 他们一家三口 再在媒体面前 演一场温馨和睦的戏码 私生子的风波就盖过去了 可是我姐不争气啊 不仅跳得不好 还被我碾压了 这下她的养父母要彻底对她失望了 我去找爸妈 婉婉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笑意 姐姐你跳得真好 你的节目是最好看的 我刮了刮婉婉的鼻子 后面的节目还没看呢 你怎么知道姐姐的节目就是最好的 婉婉歪着小脑袋 反正在我心里 姐姐的节目就是最好的 我爸和我妈都笑了出来 我妈拉着我的手 继续看接下来的节目 婉婉拉着我另一只手 这种感觉真好 送走我爸妈和婉婉 回到宿舍 我没有看到我姐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段视频 我立刻戴上耳机 点开视频 我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尖锐的刺耳 妈 你饶了我吧 别打了 视频里 明清霜正用皮带一下一下 狠狠地往我姐的身上抽 我姐疼得满地打滚 赵静盛坐在沙发上 悠哉悠哉的抽烟 冷眼看着这一幕 啊 疼死我了 别打了 其实不用听声音 光是看 那有多疼 我都一清二楚 前世我刚去赵家的时候 这就是我的日常 那时候每当我被打得半死 他们两个就都不管我了 是他们家里一个女佣 小慧可怜我 给我擦药 前两年 我在赵家附近的超市和小慧 制造了一场口谕 这一世 虽然她不认识我 但我们很谈得来 她和我诉苦 我姐在家里怎么虐待他们 于是我和小慧联手 她将我姐那边的消息给我 我给她钱 但她没有帮我姐擦药 我姐还真是到哪都不得人心 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赵金胜这才开口 你弄得她满身是伤 被发现了怎么办 林青霜一把将皮带 丢到赵金胜身上 还不他妈都是因为你 混蛋 贱男人 要不是你在外面 弄出个野众出来 能没办法收场吗 赵金胜怒吼 你他妈给我闭嘴 你自己肚子不争气 怪谁 原来林青霜打算生孩子了 脱了她那个好女儿的福 她恐怕这辈子都生不出来了 九 一个礼拜之后 我姐才回到学校 她依旧是那个风光无两的新二代 我故意问她 这几天你去哪了 怎么都不来上课 我姐先是眉眼一尘 瞬间又换了一副面孔 我爸妈带我见了几个导演 马上我就要进组拍戏了 我羡慕地看着她 你爸妈对你真好 我姐神色僵硬了一秒钟的时间 又笑了出来 在她还不能在娱乐圈独当一面的时候 这些苦她还得继续吃一阵子 更何况她哪里有那么容易脱离那两口子的束缚 现在只是稍微给她一些好处 到时候才能成为一名更好的棋子 小慧告诉我 我姐早就被赵金胜睡了 我最了解赵金胜那个死变态 嘴上说着爱 其实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不然不会林青霜都快把我姐打死了 她都没有阻止 我继续羡慕到 凭你爸妈在娱乐圈的人脉 你现在就可以进卷发展了 根本不用上课 说不定一部戏就爆火呢 到时候你爸妈反过来要靠你了呢 我耸耸间叹了口气 不像我 还得继续上课 等个旅游公司或者导演能看中我 那当然了 你拿什么跟我比 我姐更加得意了 她突然笑了出来 问我 你最近在宋家的日子不好过吧 我恰到好处 让她捕捉到我眼里的惊诧 然后急着摇头 你别乱说 我很好 啊 多少破产了还好呢 我姐只高气昂的走了 她果然不再专心于学习 开始用自己的账号接商务 甚至自己联系了导演 去试镜了 我找人跟着她 将她和男性接触的瞬间拍下来 挑出几张角度刁钻的照片 发给营销号 很快 锦号赵金胜女儿赵月 疑似变情曝光 锦号就登上了热搜 我姐的热度一时居高不下 她是玩静回来 扬眉吐气的 又是热度又是拿到角色 宿舍里更是装不下她了 马上就要开机了 我估计就只能上一个礼拜的课了 另外两个女生立刻附和 真的好羡慕你啊 月月才大一就能拍戏 新二代就是好 如果我姐有尾巴的话 现在都能上天了 乐吧 很快就会乐极生悲了 我则开始看工商管理方面的书 准备寒暑假的时候报班 婉婉虽然还小 但也表示长大不想去公司 我爸妈跟我说 就算婉婉以后去了公司 她现在那么小 也不知道还要等上几年 他们还是想将公司交给我 为了婉婉 我自然是愿意的 我要让她这一辈子都无忧无虑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我姐那边 果不其然 第二天她就被赵金胜带走了 十 赵金胜是怎么惩罚我姐的我 没能亲眼看到 但我能想象得到 半个月后 我姐才回到学校 她身上那股子千斤大小的的风范 全都没了 整个人变得畏畏缩缩的 有时候有人从她身边经过 都能给她吓一跳 谁一碰她 她就尖叫 别人问她怎么了 她才稍稍平复 笑着说自己没事 那惨白的脸色 可不像没事的样子 我知道 我姐被赵金胜折磨惨了 她突然问我 他们也这么对你吗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纯凉无辜的笑了笑 你在说什么呀 我姐突然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 尖叫着抄扑来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你都能做大明星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不应该是这样的 她摇头又期待的盯着我 你家是不是要破产了 我表现得更加迷茫了 为什么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另外两个社友都傻了 小声嘀咕着 赵月该不会是疯了吧 我侧头看着他们笑 别胡说 我姐就是疯了 前世这个时候 我已经成了当红小话了 这个时候 宋家也破产了 如今一切天翻地覆 她又被赵金盛以极其变态的手段 折磨了好几天 能不疯吗 她突然一把推开我就往外跑 我立刻跟上去 她这个状态 可别出去就被车撞死了 我怎么能让她这么轻易死掉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跟上 没想到 我姐竟然来到了我家 我爸妈都在家 看到赵月疯疯火火的进来 都愣了 赵月到处看 嘴里念念叨叨的 你们怎么还没破产 这都是假象 你们一定破产了 这都是空壳子而已 我妈看到我进来 下意识过来护住我 暖暖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先回房躲一下 免得他伤到你 我爸叫人来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我要举报你们 偷睡漏睡 对 我爸妈就偷睡漏睡 你们一定也这么干了 说着他就找手机 在身上摸了半天 都没摸到 刚才在外面 他那辆出租车 还是我付的钱 姐姐 晚晚放学回来 看到我激动的扑了过来 姐姐你怎么回来了 我姐听到晚晚喊我姐姐 愣住了 我抱着晚晚 晚晚别怕 我姐挤不过来 这小孩是谁 她疯癫的眼神 看着我妈 你生孩子了 怎么可能 那天我姐在台上表演 过分地专注自己 姐想让她父母看到她 压根没注意到 我爸妈跟晚晚也在场 保安这时进来 将我姐拖了出去 都走出很远了 还能听到她不甘的嘶喊声 为什么都变了 为什么 我妈放开我 这是谁呀 怎么来咱们家了 我摸摸晚晚的脑袋 爸妈 她就是我的姐姐 当初在孤儿院的时候 你们见过的 我爸妈皆是一阵震惊 他们叹了口气说 暖暖 我知道你们有血缘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谢谢爸妈 我知道分寸的 我爸妈爱我 我无时无刻能够感受到 十一 第二天回学校 我看到了我姐 她看上去正常多了 只是看着我的眼神里 敌意已经无法掩盖了 宋暖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不会输给你的 前世她确实是赢了 但这一次 我会让她输得一无所有 包括她的命 我姐还是不相信 我们两个的命运 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已经报名了 这次金鹿女神的选拔 你敢跟我比吗 金鹿女神前世 是我拿下的 我也凭借这个活动 奠定了你顶流的地位 我叹息了一声 语气柔软 如果你想比 那我就报名 趁宿舍就我们两个 我握住她的手 姐姐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了吗 我姐一把甩开我的手 谁是你姐姐 现在没有外人 你到底是我的亲姐姐 你变成这样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我叹了口气问她 演技 我可比她厉害 姐姐 你告诉我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的养父母对你不好吗 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 我姐打量着我 你知道是不是 我只知道你是我姐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想你好好的 我擦了擦眼泪 继续说 如果你养父母虐待你 你一定要跟我说 但是你别去我家发疯了 还说什么要举报我爸妈 偷睡漏睡 你爸妈那么做不代表 我爸妈也那么做 你怎么都去举报你爸妈 文言 我姐眼中一亮 她突然大笑了出来 就算没有他们 我也能自己 在娱乐圈里闯出一片天 嗯 我相信她已经把我的话 听进去了 第二天上午 赵金盛和林青霜 偷睡漏睡的热搜就爆了 和之前的法治咖一样 两人被封杀了 我看完新闻 一点都不觉得过瘾 那对恶魔夫妇 就该下地狱 我把我姐带到一间空教室 姐 你真去举报你爸妈了 这种补上税就行了 也不用坐牢 但万一他们查出来 是你举报的 他们一定会杀死你的 我满眼担心地看着她 姐 我不想你死 该死的明明是他们 我姐点头 眼神不知道落到了哪里 只剩下一片阴狠 对 该死的是他们 十二 几天后 警号赵金盛 林青霜火灾 去世警号的热搜 再次引爆了全网 我当时就在现场 那两个人 被消防员同志抬出来 烧得已经没有人样了 我身子忍不住战力 极度的兴奋涌变全身 我姐在精神上 跟身体上 已经陷入了极度的蜂魔 就跟她上被子一样 所以只要稍微点拨两句 她就是一把利刃 总算是把这两个人给解决了 案子还在调查 我回到学校 我姐整个人容光焕发 送暖 我要进组拍戏了 已经请好假了 她笑着走过来 赵金盛和林青霜 偷睡漏睡自杀 我会官宣和他们断绝关系 这样的父母 我才不要呢 我点头 确实不能要 可是姐姐 他们真的是自杀吗 我故作疑惑 我姐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警方还在调查呢 说不定还要找你问话 你不一定能立刻进组的 我姐的脸上 有一闪而逝的心虚掠过 问我干什么 他们就是自杀 但就像我说的 警察确实把我姐控制住了 不让她出事 我姐这几天 肉眼可见的越来越慌 后来连学校都不来了 十日一放假 我回到家 一进门就竟然看到了我姐 她跪在我爸妈面前 声泪俱响 爸妈 你们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我才是你们的女儿啊 我妈看到我 立刻过来 暖暖 她的状态真的很不对 要不要把她送到医院啊 我妈又说了一句 她到底是你的姐姐 我才是你的女儿 我姐扑过来分开我和我妈 你们要收养的明明是我 是我 上一辈子被你们选中的也是我呀 你们不会破产了是吗 一切都变了 和上一是不一样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双肩 你知道对不对 你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也重生了 宋暖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是你 我抬手安抚她 姐 你冷静点 你怎么变得疯疯癫癫的 我爸妈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她准备了一个房间 我知道 赵静盛和林青霜 是她一把火烧死的 可她现在这个状态 就算证据确凿 也不会判死刑 顶多就把她关进精神病院里 我说了 我要让她一无所有 包括她的命 我还要 她在清醒的状态下 看着自己坠入地狱 十三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我姐的房间 姐 下去吃饭了 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警察来抓我了 警察来抓我了 我连忙过去安抚 没有 没有 姐姐 你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 我微微一笑 走吧 下去吃饭 餐桌上 我爸妈一直给我和碗碗夹菜 我姐看着这一幕 谋底极度的火苗越燃越烈 饭后 她突然跟我爸妈道歉 叔叔阿姨 我那天说你家要破产 是有口无心的 你们别放在心上 我爸妈只是疏离地笑笑 没说别的 我姐不甘心 我知道 这次她要跟我抢爸妈 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但她一定会死在自己贪念里 我每天都陪着她 一个国庆节假期 我姐已经表现得开始信任我了 她跟我说 暖暖 你跟叔叔阿姨说 也让他们收养我好不好 这样我们姐妹俩 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她清醒了 思路还很活跃 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然后才说 其实我早就跟爸妈提过了 可他们说 说 我姐一把抓住我的手 激动地问道 说什么 我泪眼朦朦 他们说 有我和婉婉这两个女儿就足够了 我姐蹭地站了起来 她看了看我 没说什么 出去了 我偷偷跟出去 看到她进了我妈的房间 我就在门口 阿姨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 很喜欢你和叔叔 还有婉婉妹妹 你让我做你的女儿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会比暖暖更出色 她看了眼神后 开口 好 只要你拿到金鹿女神 我就收你做我的女儿 我姐又飘了 出来的时候看到我 鼻孔都要翻上天了 我笑了出来 姐姐 你听过断头犯吗 我姐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她现在一心只想要拿到金鹿女神 重新回到宋家 她几乎每天都在关注金鹿女神的票数 一开始 她确实是第一名 我们两个一起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到了决赛环节了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而我们两个的票数一直咬得很紧 为了给观众留下一点悬念 最后的票数已被锁定 接下来的投票情况 只有内部能看得到 她很有信心能赢得过我 却不知道 本次活动只是利用她炒作而已 她身上的负面新闻那么多 养父母偷睡漏睡 又突然死于一场火灾之中 金鹿女神的称号 怎么可能落在她的头上 十四 结果公布的当天 我们一家都来到了电视台 我和我姐身穿华丽的晚礼服 坐在台下 我姐突然凑到我的耳边 送暖 爸妈已经答应我了 如果我获得了金鹿女神 她们就收养我 不如我们再打个赌吧 谁赢了谁留下 你敢吗 我想问她 脑子呢 正常人谁会答应她这样赌 可在我姐面前 我做不了正常人 我勾着唇 一言为定 主持人洪亮的声音响起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第二十六届金鹿节 金鹿女神的获得者是 我侧头看着我姐 她围扬着下巴 还是那么的信心十足 这段时间 她的精神状态明显好多了 送暖 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 一片掌声中 我站了起来 转身朝大家拘了一躬 迈不上台 不可能 我姐突然站起来 镜头立刻切开 后面的观众一片哗然 已经有人将我姐控制住了 她又进入了疯癫状态 金鹿女神是我的 爸妈是我的 我才是宋家的千金大小姐 宋暖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最后 我姐的嘴被人堵住 拖了下去 我走上台 接过属于我的这份荣耀 只有这一件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都没有改变过 十五 警方那边还在调查 赵近胜和林青霜的真正死因 他们终于有线索了 因为有人给他们 提供了那天火灾的视频 与此同时 我姐给我打来电话 约了在商业大厦的顶楼见面 前世 我就是被她从这栋楼 推下坠地而亡 果然 无论是前世还是这辈子 我姐走投无路的时候 总是会拿我当垫背 跟前世一样 我姐看到我出现时 神色有些激动 暖暖 你不是姐姐的好妹妹吗 只要你死了 我就又可以成为宋家的女儿 至于那个宋婉婉 她这辈子就不该出生 我将会是宋家唯一的女儿 我目光逐渐变冷 她千不该万不该 把主意打到婉婉身上 我看着我姐 一字一句 认真到 你不配当我的姐姐 而我 永远会是婉婉的姐姐 那你就去死吧 我姐情绪变得激动 准备扑上来的时候 隐匿在一旁的警察及时出现 举起手来 都不许动 我姐脸色陡辩 一个急刹车 脚步踉跷 重心不稳 向下坠去 我姐死了 高处坠落 死相惨烈 做完笔录 我出了警察局 外面天空蔚蓝 我拿出手机 拨通了小慧的电话 见了面之后 我将最后一笔钱交给小慧 你可以退休了 小慧拿着那笔钱走了 视频是我让小慧录下来的 那些都是证据 虽然我姐死了 但她仍然是个罪人 我回到家 爸妈还有晚晚过来抱住我 暖暖 人死不能复生 你别太伤心了 我抱住我的家人 我一点都不伤心 因为我爱的人 就在我的身边